欢迎收听小董真心话 各位朋友 天气这两天真的要变比较冷 明天说有寒流 那现在冷 其实最主要是因为夹着水气 所以各位朋友 一定要保暖 因为最近很多好朋友过世 大家看年前到年后一波 陈松永 长风长霸 然后八哥 大家想说 这些人和你有什么关系 有啊 就是我们 在台湾生活 你过去一定有看过 他的影视作品 对不对 他曾经带给你很多欢乐 那当然也有一些政治人物过世 譬如说林昆海 三历的董事长 今天上午蔡英文下去看他 那当然是他已经过世了 他的太太张秀就跟蔡英文讲 就是说林昆海要死之前 手上还抓着一个 他恋恋在意的东西 就是公投 大家知道公投 公投7年12月18号 那时候 那表示说 从那个时候 以后他就开始分靡了 所以这是他最后 恋之在之的一件事 那时候 公投还没举行 他怕公投被国民党 或者被台湾人民攻破 所以他恋之在之 那可以想想 他其实昏迷蛮久的 那我们希望 一路好走 但是 在台湾有很多事情要做 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当然是疫情 各位朋友 你看所有媒体都在搞选举 有时候你看了亚兰失效 其实这些什么民调 讲谁怎么样怎么样 这些其实 对年底的选举 结果它其实差别不太大 我非常清楚 因为我搞选举 其实非常久 然后也非常懂 那现在对我们来讲 疫情是最重要 疫情现在 我们正在面临一个关卡 这关卡就是 明明各国都已经 明明各国都已经 已经开放了 以病毒共存了 我们现在还是采取清零 所以清零就很多人就看书记 境外多少 本土多少 每天看这个书记 那这书记就会绑住非常多的人 今天有两场记者会 今天上午 一场是国民党 由曾明中 跟首席副书记 曾明中是书记长 首席副书记长是李德韦 那 因为李德韦 是过去在国民党干中常委 那 他爸爸过去也是 当过大法官叫李志鹏 那他们讲的是什么呢 讲就是 我们现在很多人 确诊其实已经不太可怕了 像Omicron 确诊死亡只有一例 一个老太太八十几岁 那 大家讲说 那确诊几乎都不会死 因为现在大家都打疫苗 那我现在 像我昨天去打第三剂 就是你可以看到 现在大家至少都两剂三剂了 所以 各国的想法是一样 就是说 那打了疫苗 即使确诊也不会 也不会死 也不会重症 那是不是应该开放 所以很多国家 从丹麦开始 北欧 这些国家可不是落后国家 他们就说 那确诊就让他确诊 那确诊以后也不要戴口罩 各位 这不戴口罩是 很多人没办法接受的 那我们现在呢 我们现在 到底 到底还继续 踩清零政策吗 踩清零政策的话 别人就进不来台湾 当然可以进来 但你进来要隔离十四天 那现在把它收减十天 那未来想说 就不要收减 不要收减 问题境外的人 境外的人 境外的人 比较不安全啊 进来的人 大家只要看每天 境外进来的数字 跟本土的数字就知道 从外面进来 的气氛率非常高啊 那我们如果 大家做好这么好的防护 然后 我们对 境外的人 采取很开放的 那大家不是很不安全吗 那不安全是小事啊 我老实讲 为什么讲说不安全是小事 因为你确诊了 也没什么了不起啊 现在很多人怕的不是确诊 包括我 我怕的是被匡列 时代力量 今天上午 开了第二场记者会 我说第一场 在立法院国民党 第二场记者会 他们内容是一样的 布业儿童 这两个党是死对头 但是 他们开了布业儿童 新竹 新竹 一个王先生 他太太 跟一个确诊的人 在寿司店 同时吃寿司 那隔了非常远 同一家餐厅 那 新竹市政府 新竹市民进党 林志坚执政 发现说这个人确诊 他的足迹到过这里 要求他太太 住到防疫旅馆 马上被压到防疫旅馆 他太太说 我可以住家里 自己一个人住啊 单人单房 就是 居家隔离嘛 新竹市政府不接受 为什么不好管理 你们如果通通住到旅馆 我好管理 住到防疫检疫所 我好管理 对不对 都在同一栋 你家住这里 他家住那里 那这个王先生他太太 是在东区的一家 新竹市的东区 一家寿司店吃东西 他没有确诊 他只是因为跟 确诊者在同一家餐厅 所以他就被要求去隔离 他 隔离 隔离结束以后 要离开 被强迫刷卡 你要自己付啊 政府不付的 那他住了这十几天 刷卡三万八千块 而且这十几天动弹不得 只能在旅馆 有没有道理 没有道理 各位这个问题 我好几天前就在节目上讲 你看国民党 新竹 还有前天的联合报社论 小董讲的当然好几天前 我不是讲说我比较早后怎么样 因为我发现太不合理了 很多朋友跟我在一起过年 哎呀 我说我其实不太怕确诊 那我怕了什么 怕被匡列 像我们当媒体人 我们很多场合会去 那你这场合你怎么知道 对不对 我到菜市场买个菜 我怎么知道 有确诊的人要来 啊来 你跟他同一个地方 我也没确诊 没确诊要观察 对不对 那观察我回家 不行 你要住到旅馆 旅馆最主要是什么 你要自费 有没有道理 你用什么法言叫我要自费 今天我如果确诊 不管国内的或国外 或外劳或什么 不是中华民国国籍的确诊 政府都 把他带到医院 前程 政府出钱 把他知道好 那我是一个缴税的 中华民国国籍的人 我也没确诊 我只是不幸 跟那个人在同一个菜市场 同一家餐厅 那这家餐厅是你政府规定可以开放的 这个市场是你政府 同意他 成为市场 大家来买菜的 我没有犯错啊 我没有犯错 你说哎 你不小心 我怎么不小心 今天如果那个地方是 本来就有 我硬要去 那才能归罪于我 今天你没有资讯给我说 这个市场是不安全的 那我去啊 你没有告诉我 这家餐厅 是不安全的 那我去啊 和我有什么关系 大家知道吧 被匡内的人 他是 他是无罪的 可是他受到惩罚是怎么样 他14天泡汤了 而且他要自费 新竹这个38000是便宜的 前几天我碰到一个是42000的 他被隔离 他还花42000 那你要自费啊 新竹市 今天上午被骂了 他们出来讲话 他说我们没办法补助 我们不像六都都没有钱 六都有哪些地方有补助 不是六都都补助 我告诉你 就是双北台中跟台北市 他有补助 那其他地方也没补助 有了补助1000块 那你租过旅馆 一般来讲2000块 那你要自认倒霉啊 各位就我们现在变成大家都要自认倒霉 因为你的政策 可是你的政策不公平啊 确诊的人 他明明在国外 他在美国 也不戴口罩 他发现不对劲了 回台湾 他是外国人 台湾还要帮他治好 不用钱 那我是缴税的国人 我平常对台湾 对中华民国有贡献 我有缴税 我在这边工作 结果我反而要受到惩罚 各位 其实这个观点我前几天 好几天前就讲了 那今天为什么特别讲 因为你可以看到国民党 看到时代力量 他们不约而同开的记者会 那联合报前天的社论 各位朋友也可以看一看 我讲这个 我就告诉你 我们政府在执政 因为我们给他上方保健太大了 那时候陈时中 陈时中讲这里要隔离就隔离 讲你开放就开放 讲你要戴口罩就戴口罩 随便他讲 那他有没有非常丰富的一些观点 或者一个真正的政治伦理在里面 没有 他随性所致 对不对 他说我们现在是一个怎么样的疫情 所以如果吃饭可以 每个人隔离一公尺 他自己去喝红酒 他自己去唱歌 他比如这样的动作 他有隔离一公尺吗 没有啊 因为那是一个影像 影像都被拍下来 他没有啊 他自己有没有处分自己 没有啊 他们做什么都可以 林佳隆 对不对 去致辞去参加 一些团体的机会 也被人家拍到 没有戴口罩 那你政府的规定是针对谁 针对小老百姓跟一般人 你们这些高官 你们自己不用遵守 民进党的高官自己不用遵守 而且也不会受罚 所以你看到他的不公平 就是老百姓无缘无故 要掏荷包 那我们政府真的这么没钱吗 不会啊 我们政府很有钱啊 我们整个新冠病毒的防治条例 里面拨的钱已经上兆了 我们新冠病毒现在是第三年 你知道吗 大家想想看 前年啊 前年 除续 的前一天 武汉就封城了 前年啊 然后你看 这两年都来 比如说进入第三年啊 我们防疫已经这么久了 政府有这么高的预算 用到哪里 他用到做很多事情 跟防疫没有关系的 都在做他的宣传啊 所以这些宣传宣传到最后 他们塑造一个神 这个神准备 看他民调这么高 准备让他来选举 这个人就是陈时中啊 对不对 大家看到了吗 然后他们 这些人每天 用高度的曝光率 因为 我在防疫 所以我可以决定你 你要不要戴口罩 哪些东西你能不能去 全部由他规定 我们给他上方保健 结果呢 这上方保健 他只是用来对付别人 自己不必遵守 那现在很多老百姓 大家看 这个是不分党派了吧 我刚刚讲这个问题 所以这是我们现在 很严重的问题 我们中央疫情指数的中心 应该跳出来 只要跟这个有关的 应该是由我们来买单 可是 可是 各位朋友 你想想看 有一个切诊的人 他可能可以匡列三百个人 这三百个人 最后没有人切诊 可是他被匡列 他去住旅馆 住旅馆十几天 每个人至少要补助三万块吧 那也是很大的开支啊 那我们现在 请问 有什么开支 大家在看 如果打疫苗受到伤害 郑委要补助 那补助多少 少之又少 对不对 各位看 少之又少 我昨天在节目上讲 一个医生 他去帮病人插管 被喷到了 他的薪水 变六万五 那另外一个医生 我讲是阳明医院 台北市的阳明医院 另外一个医生 他获得补偿多少 他因为治病 也是被新冠病毒的人 感染了 因为你跟他插管 他会咳嗽 他就把 内心深处的 的病毒都咳出来了 咳到你脸上 结果他已经被确诊了 他政府赔他多少钱 二十万 二十万你想想看 他在走路都不太能走 所以你可以看到 很多东西 他不是很公平的 但一个政府 施政怎么可以这样 方向走板 你没有一个 超前部署的套路 你要告诉我们 我遵守你的 我可以获得怎么样 现在大家都遵守 你政府的规定 陈时中讲什么 大家都很遵守 像我每天经过捷印站 古亭站 我每天看到有人在挤牌子 哎呀戴口罩 我有个亚兰失效 现在有可能 你在外院不戴口罩吗 还要请一个人来挤牌子吗 是不是 我讲 各位朋友 现在要不要戴口罩 现在已经是自发的行为 你不戴 你做招那些人马上谴责你 啊有的人比较好心 就拿这个口罩请你戴 送你一个口罩 请戴起来 对不对 现在在台湾 外面的环境 有哪一个空间 你是可以不戴口罩的 不可能嘛 根本不必欠嘛 因为我们整个团体的制约 一定会叫你戴口罩 然后我们 我每天看 哇 姐姐有人挤牌 请戴口罩 你挤了半天 你自己有没有看过 有一个人没戴口罩 你告诉我 没有嘛 不可能啊 那这次要干嘛 这不干嘛 都一个人来领薪水而已啊 我讲就是这个意思啊 那大家很清楚 其实我们政府 钱要用在刀口上嘛 那很多东西啊 你有时候看了 觉得说 怎么会是这样做 要超前部署 你有很多东西 就好像前天 联合报访问陈时中 昨天登出来啊 陈时中 很诚实 他说 下来可能我们 不得不开放 因为我们自己的经济 要顾到 也没有错啊 那顾到你要怎么开放呢 国外来的 都很快松 国内的国人 都很严格 有道理吗 我们已经配合你 两年多了 结果我们自己要绑手绑脚 那国外的来 宽松 他要确诊 你免会帮他治疗 所有东西 为什么国外人是这样 那在国外 当然不包括中国大陆 各国都包括 就是不包括中国大陆 你这什么政策 我们在中国大陆的台商比较多啊 对不对 我们仰赖了中国大陆 赚钱是最多啊 可是我们要仇视他 这就是政治嘛 你用政治来做你防疫 你就会不公平啊 大家看到 今天的情况就是这样 所以哦 当你要开放时候 要想想看 最配合政府的是谁 就是现在住在台湾的国人 不是吗 你叫他干嘛就干嘛 他没有人反对你啊 大家都很遵守 那他获得的报仇 报偿是什么 是你对他的不信任 要他智慧 然后今天再来讲说国外人 我们这个挡不住了 我们一定要开放 开放合理吗 各位想想看 我几个我们台湾非常亲近的国家 日本 日本现在规定只要打两季进去 隔离三天就好 日本规定了 这两天才宣布的 日本是台湾人很喜欢去旅游的地方 他现在规定 你只要打两季进来 隔离三天就可以 爬爬罩了 很宽散吗 那请问一下日本人 进入台湾现在可以不可以 不可以 照样了 隔离十天十四天 通常隔离 那有没有对等 没有对等 那我不是T日本的那个 我是讲说 你现在的政策 你就要去看到 你的面向 这面向 你要跟国际接轨 可是你又跟国际完全不同 你说我要采取很严 可以 你要采取很严 那别人要对你采取很严 可以吗 我们每天讲自己都严 光这个礼拜 进入上海 好几起是台湾 进去被人家发现确诊 你如果是很严 进去的人应该是干干净净啊 为什么会在海关 被人家拦截下来 然后到防疫旅馆一检验 确诊 那表示你台湾 社区里面 感染的人是非常多嘛 这非常非常清楚啊 那大陆来的 我们最近也有两个说 哎你看 父亲从中国大陆来的 这两个例子 都是在台湾被感染的 在防疫旅馆被感染的 我们中央疫情指挥中心 不敢宣布啊 他们自己心里有数 这些人 人家那边很严 他来这边 他在中国大陆经商 或者受雇在那边的 台资的工厂工作 好多年他也没确诊 他一进台湾 台湾说 中国大陆回来 要关到防疫旅馆 他在防疫旅馆被确诊 这两个例子都这样 那最有名的例子是 他出来以后 带小孩 自主将会管理 带小孩在高雄 结果小孩确诊了 他隔几天也确诊了 再隔几天 他太太也确诊了 为什么 因为他们以为防疫旅馆是很安全的 我们的防疫旅馆是不安全的 我们被匡列的人要致富 这些问题 其实小董也不是第一次讲 我为什么今天会觉得 有这么有感觉呢 大家知道 我每天要看很多新闻 我今天看到 时代力量开记者会 我想他开什么内容 注意听话 就是我前几天讲的 国民党开记者会 也是我前几天讲那个 那这问题严不严重 严重啊 因为被匡列的人 他太无辜 而且太多了 一个确诊的人 他走去哪里 哪里 车站 连运站 餐厅 卖场 对不对 全贵KTV 他去了地方带到我 然后车站 车站有多少人 跟他逐机是很接近的 然后你只要 去扫QR Code 你很 你遵守政府规定嘛 像我去哪里 我都 少QR Code 表示我来过嘛 那你来过 政府说 你也来过啊 你被匡列了 请到哪里报到 14天 完蛋了 那我干脆不要QR Code 我遵守政府 我反而倒霉 因为我QR Code 你就找我 然后去防疫力馆 这14天我要自费啊 我工作 这14天没了 老板说你这个人很讨厌 好好在上班 你跑去 你跑去吃寿司 你跑去卖场干嘛 我怎么会知道会被确诊 你确诊的话 这14天他只能放你工价 可是你烤鸡就受影响了 你的工作别人帮你做啊 所以今年你不会有好烤鸡 对不对 的确啊 难道帮你做事的 帮你分担工作的那些同事 烤鸡要不如你吗 不可能嘛 你的事实上在做啊 那第二个 你要自费 旅馆要自费 有没有道理 当然根本没道理啊 所以你要看到 我们整个政策的方向左板 完全没有超前部署 民进党政府很会喊口号 告诉你超前部署 哇 什么都超前部署 其实什么都没做啊 就是在鬼混 然后出了问题 他的大量的媒体就出来 开始做文献啊 哇 哇 都了不起 都怎么样 那其实就一群犯同啊 他做的好不好 老实讲台湾是个海岛 你要做成这样 做到有几次危机都不应该啊 因为他唯一的方式就是把 边境把它管好就好了 可是边境他管不好 如果边境管好的话 一个确诊都不会有啊 他一直让他进来 进来又到防疫旅馆去感染别人 那些进来人 很多人明明没有病 被他感染到有病 那你看到 这种超前部署是非常差劲的 还要自吹自擂 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今年拿到年终 想要 算起来 立律 先喝个水 好谢谢 然后刚刚听说在问你疫苗打得还好吗 还好没有 没有任何不是的 因为很多人跟我讲低战技術很严重 尤其打莫德纳 那我是还好没有什么问题 谢谢 还有今日行程 然后还有今日行程 今日行程 我觉得四点要去 要去录那个周一群的 中天的叫做新闻有情调 周一群的 四点 你早上去雅虎TV吗 他们说你今天带雅虎 雅虎是上次的 我想这个把他带 他上次给我一个口罩 我上次去赵少康赵大哥在那里有个节目 那那天就是嫌疾了 就去分析分析 他就给我一个口罩 我自己本来有戴啦 所以就把他留着 今天想说把他拿出来带一带好了 OK 好我们刚刚到陈志飞 好谢谢智飞 谢谢 王继雄 王继雄就练我 他说下雨天要击吹要小心 谢谢王继雄 谢谢 好新抽六 我们的老朋友 那村里绵绵 大家要小心喔 对没有错 那 VK 马 是 他是从香港过来 他说你们好 谢谢 谢谢香港的朋友 那 威远 威维安 威维安 他虽然没有写好的给图 但是他还是常在躲虐我 然后台北的天空 Amy 非常感谢 给我一张漂亮的图 海天衣色 谢谢 他也给我一张漂亮的图 那当然道洋也来啦 然后洪嘉湖 感谢洪嘉湖 还有林佳慧 那 是 Blind 等一下我们再看 谢谢 很多朋友 因为 大家也知道小短比较直言不会 我平常讲话都这样 那我觉得说我们做平衡 该讲就把他讲出来 也不要怕得罪 为什么啦 比如说国民党这两天提名 我看了哈哈大笑 这个是很 国民党为了要拿年轻人的选票 周三中堂会 年轻人35岁以下 第一次参选 我们就给你 给你加钱 什么叫加钱 因为 选举 大家出来选 你要提名谁 人这么多怎么办 要靠民调嘛 那民调你如果是35岁以下的 加钱可以到百分之百 哇 各位 那当然啦 我们知道其实国民党 没有年轻选票 是他这几年很大的问题 那你提名 很年轻的人出来选 就有年轻选票吗 就有年轻选票吗 没有啊 国民党这几年败得最惨了 是2016年朱立伦跟蔡英文选 朱立伦过去是打败过蔡英文 在新北市长 那那一届的选战非常激烈 那苏貞昌选台北市 蔡英文选新北市 那蔡英文是党主席啊 那届因为年轻人被枪击了 所以很多人就觉得说 哇 怎么可以这样 结果呢 结果朱立伦赢了蔡英文十几万票 两个人都第一次在新北市选 很不容易 2016年朱立伦输了 那次输得很惨 因为当中有患住嘛 那大家也可以看出来了 当中很多年轻选票都没有 国民党为什么没有年轻选票 你知道国民党国际青年团 有个执行长叫李振浩 现在在立营的节目 天天在骂国民党 那这一届前年2020年 他代表亲民党在综合参选 郭台铭替他背书 大家也可以上网看 正是政治标记的政 木子李 浩是一个白在一个告 那 2016年李振浩是国民党的不分期立委 他很年轻啊 有没有票 没有票 各位 因为输得最惨 那是2016年 2020年 他代表亲民党在综合选 L选 但是把国民党在综合的拉下来了 综合这个人叫邱峰瑶 那 其实啊 有时候看很多东西 你看了会感慨啊 为什么感慨 因为国民党很多地方选书啊 是因为 有些号称男赢的人在 在当地选 我不要说他扯后腿啊 他选当然是他前例 但是 他显得 很明显就是要让你漏险啊 对不对 他的用意就是要让你漏险啊 那 漏险以后 他很开心啊 我 对不对 我拉下你啊 我功劳很大 我对对手阵营功劳很大 我们有好几个政党 或好多政治人物都在干这种事情啊 那 为什么我要提这一段 我要告诉你 在台北市选举哦 他的情况有点像啊 最近哦 黄珊珊的民意声望 慢慢的高 然后谁被变低 变低不是讲完啊 讲完啊维持不变 变低变成谁 你看他的民调 变低是林佳龙 跟 阿中部长 为什么 为什么陈时中跟林佳龙 民调变低 因为 支持他的选民 在民调的时候 他去投黄珊珊 各位懂了吧 我不要让黄珊珊退选了 他这个就是一个操作 所以你有时候在看民调 我是很清楚了 那 当然黄珊珊一定要选了 我也鼓励他选了 选到底 但是 因为你也不可能 有办法去跟他欠退或什么 他反正要选 那你就鼓励他选了 但是也不要再讲这些 有的没有的 什么蓝白和那些都不需要 蓝白也不可能和啊 人家怎么跟你和 你国民党大我小 那你要怎么和 你会让我吗 不会啊 那我让你吗 有道理吗 我也是个党啊 所以本来也不要再讲什么和啊 那这小党 比国民党小的党都觉得自己被欺负 就会接这样 然后就两子就结下来 过去亲民党也是这样啊 对不对 这亲民党后来的选法是怎么样 过去后来的选举就是 我就是要扯国民党 让他选不上啊 他很多选法是这样选的 我们看了其实也都知道这种情况 这种选举是他潜力 选举的结果是他拉你的选票 让你没办法当选 那又怎么样 我的好朋友林玉芳 这一届2020年前 他在东正万法选 落选了 输给林长走 他想说输林长走 林长走连任啊 为什么会输 因为有一个 有一个人出来选 拉了他的票 这个人叫习立信 习立信是跟柯文哲非常要好的 台北市议员 这一届的台北市议会 中正万法第一高票就是习立信 拿了两万多票 快三万了 他是跟柯文哲一起搭档选 柯文哲2014年选一次 2018年又选一次 他跟柯文哲搭档选 但他没有加入台湾民众党 柯文哲受益他出来选 选了以后结果是怎么样 林立方漏选了 各位所以选举我要告诉 选举最后有些人在操作气保 柯文哲一定要操作气保 但他有没有操作有没有效 不一定 一般来讲 就是看选民 选民结构在台北市是比较有效 在其他地方未必有效 那气保是一个情况 然后我参选是为了让人家漏选 也是一个情况 在选举里面各种情况都有 那这些都是合法 都是他的权利 你只能讲说 那算我倒霉 对不对 你知道我们现在高雄 民进党有巴西 总共高雄几时立委 也是巴西 国民党一时都没有 高雄 高雄这次为什么那么惨 2018年 韩国瑜选上高雄市长 2020年 他想说 哇 韩国瑜高雄都选赢了 你看每个期都 票都很漂亮 多数的议员就跳出来说 应该提名我 我来选 每个议员 韩国瑜当高雄市长 走到哪里 背后都一对议员跟着 这议员那我就 以韩国瑜的实力 我在高雄任何地区 选 立委应该选得上 所以 可以看 有非常多的议员 就跳下来说要选 结果通通漏选 本来有一个期是有可能当选 大家知道 高雄有个期比较蓝 左营 左营因为金公教的子弟多 左营 蓝子 这个叫左蓝期 国民党提名黄兆顺 露选 为什么 因为有人去跟他挑战 挑战不是刘世芳 从来这个地方 刘世芳已经当过一次了 他是陈吉的副市长 谁跟他挑战呢 这个人叫郭新正 新旧的新 政治的正 他就是大名鼎鼎 李新的女朋友 大家知道李新吧 台北市議員李新 他儿子是李柏毅 他认为说过去 你就是害死李新的 他把他归罪到黄昭顺 那当然这是他的看法 外界也不一定这样看 那我去参选 我要让你漏选 所以他还拿两三万票 那这票远远 比黄昭顺输的还多很多 各位我讲这个 比如说 我们在看台湾险局 你要这样看 就有些人 他参选的目的 不是为了当选 那他可不可以参选 当然可以 这是他的法律潜力 所以 有时候看选局 各位不要被很多媒体 很多骗了 我们从选后以后 会发现非常多的民调 这民调很多都是操作的 那有些是 就看你要怎么问话 我这题目怎么问话 这个人就容易高 就是这样你知道吗 那譬如讲 我最近看了一份民调 这份民调在讲 民进党在桃园 谁在讲郑保卿 那大家也很清楚 民进党在这里 经营非常久的 叫郑敬鹏 现任的立委 他是党编 郑敬鹏打败了国民党 过去桃园的老议长 陈根德 陈根德当好几届立委 他打败他 上届也打败他 很厉害 那这里民进党想要选之 因为认为郑文燦已经当了八年 我们民进党已经壮大了 根深蒂固 所以郑保卿很想选 可是郑保卿 郑保卿这次选立委落选 他连立委都选不上 可是他民调号称是最高 有家民调公布一看 我一看吓一跳 郑保卿不是立委落选 为什么会这么高 他也不是很有高知名度的人 对不对 我在讲可能很多人想 他是谁 没错 那看了 他输给国民党的万美零 所以你可以看到 有时候过完年以后 很多关怪陆离的事情就出现了 跟民调有关 谁谁谁好高 哇 黄珊珊最近飙涨 哇 不得了 那我要告诉各位朋友 选举哦 当然你要冷静看 可是现在看这些东西 就是一个绅士在炒作 那接下来当然各党的党内出选 我周遭有非常年轻的朋友 非常多要选了 那我看到国民党前天 在中堂会公布了 年轻人我们要怎么样 给他加分 加权啊 或怎么样 我不以为难啊 我老实讲我不以为难 因为并不是找年轻的人 他年轻人就会投给年轻人 不会 年轻人不会投给年轻人 不是说不会啦 不会说因为你是年轻人 我就投给你 不是 最主要是议题 议题在哪里嘛 那如果你抓住的东西 是精准的话 那很多年轻人觉得有兴趣 那这是一个选票的左向 可是哦 我觉得朱立伦被打懵了啦 因为他当主席以来吃败账吃了好几账 那大家就讲他软肉 那我昨天碰到国民党的那个朱立伦的新婦 我说你们朱立伦也做了一件好事 让国民党更团结啊 大家团结来骂你啊 他听了哈哈大笑 他说其实我们现在也都在做努力 我们希望说 在选战里面有凌迹更多的话题跟向心力啊 那我说这当然 每个政党都需要这样 但是你也可以看到 在民党里面 他对这些 选将哦 他的业势性比较强 因为你离开民进党 你就不会当选 民党的选将自己也很清楚 所以民党再怎么角逐再怎么竞争 都是拍戏 跟另外一个拍戏的竞争 真正 他上不了民进党的选票 我不能讲核心价值 因为民党是没有核心价值的 他是个烂党垃圾党 等一下回来 继续吗 大家好我是蔡允杰 在这个社会的角落里 很多 我们刚刚到这个 布兰 布兰 是 那他 非常感谢他走 只有小董才敢讲这句话 没有错 谢谢 然后欧陆尔 欧陆尔 欧陆尔 档哥喝水 非常感谢欧陆尔 欧陆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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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道阳 道阳是我们的老朋友 他常常 找出一些我过去的文章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道阳 然后从美国来的 温陆尔 温陆尔 是他也是 他也是常常悼念我们 他给我一张漂亮的歌 非常感谢 各位朋友 这两天 因为明天寒牛来 真的要很注意 谢谢 谢谢 我是务政部移民组组长 中选团 是 2021年年月 是 所有在台提及 这是 西 桥 王 是 西桥王 谢谢 谢谢他给我一 他是从欧洲 欧元 欧元 对 刚刚那个是从美洲 对啊 然后 然后 我们看这只丸子 他还给我一张漂亮的 非常感谢 然后这个是 这个导片 C H W E 对啊 对啊 是是是 然后郭天 是 非常感谢他从新加坡 抖泪给我们 非常感谢 他的小 小董 是是 谢谢 然后 EGK 06233 他也是时常抖泪我们 联系抖泪两次 然后道洋 感谢道洋 给我们抖泪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大家 欢迎小董真心话 今天最好笑的新闻是拜登啊 拜登最近都在闹笑话 今天各报各媒体各电视台 拜登说俄国这几天还是会打 老实讲 歹系脱房已经 大家都看不下去了 就美国每天讲 你会今天打 结果他没打 又说你明天会打 然后说你最近会打 美国巴不得俄国赶快跟俄罗斯开战 他就可以从中拿好处啊 可是他自己又不出兵 他出兵出的理很远 隔了好几个国家 所以美国其实 让人家看破手脚了 那当然了 我们看这样的情况 你会觉得说 这个和我们 台湾有什么关系 有啊 它影响就股市啊 我们现在股市的震荡 或者升或者降 跟国际都很相关啊 美国道琼就受他影响 然后就看 哇就不得了 啊其实 其实你要把它汇整 这一个都会来 各位你不敢用脑袋想 或者你要回去Google 雅乌搜寻 你就会知道 美国人从头到尾都在说谎 你手讲的事情 没有一件发生 我们有没有发生 大家来印证嘛 你就挤一起压灰怎么样 没有啊 对不对 这就是一个 一个实际上你要看新闻 是要这样看啊 哦因为 俄罗斯的名声不好 美国好 所以美国人讲的是对的 可以这样吗 不是嘛 真理跟是非啊 只有一样啊 这种是一翻两正眼 所以你看拜登 他今天要出来讲 布林肯是美国国务卿 他也是一个好笑的人 他讲的事情也通通没有兑现啊 美国每个政治人物出来讲东讲西 通通都是 不是他们讲的那样 啊他们也不以为耻啊 各位 这不以为耻 这种是现在台湾政治 最常看到的 没想到在国际上 也常常看到啊 对不对 台湾这些政治人物 讲过就算了 啊没有做到 大家就忘了 有谁去追究他 只有小董啊 但是你看 大家就 信口开合无所谓啊 本来年底 基隆轻轨结印是要完成的 2017年蔡英文讲的 结果去年我跟他吐槽 我说你们连施工都没有 连一产的土都还没产 你根本就跳票了 他们搞快改口 说我们现在要做结印了 不做轻轨了 各位朋友 那则蔡英文 拉着林佑昌的手 2017年耶 2018年 林佑昌要竞选年任耶 2016年 蔡英文当选总统 哇 马上通过了 多少轨道的预算 前瞻计划 记不记得 然后 拉着林佑昌的手 这里哦 基隆30年来没有建设 只有我 哇 对不对 你看林佑昌规划出来 我帮他做 我只要花了80亿 基隆火车站的轻轨 到廊港 哇 基隆多少人在台北上班 到廊港多方便 因为廊港下来你有 高铁可以做 有捷印可以做 也有铁路可以做 三铁共购 所以如果基隆 轻轨到台北 的廊港 太方便了嘛 有没有 没有啊 被我戳破以后 就开始又骗了 那骗说 哎我们现在已经改做捷印了 所以那个不算了 本来年底要完成了 各位 这个就腐烂啊 我当记者 我很在意说 你讲什么时候 可以做到怎么样 我是很在意 可是我这辈子 最遗憾了 我这三十几年来 的新闻界的生涯 我从来没有看过政府 不管国民党执政 或民党执政 民党的腐烂是 第一流就是 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件 公共工程是如其王公 我至少看过几百件了 采访过 恐怕都快上千件了 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件 如其王公 如其王公有这么 有这么困难吗 有在台湾 在台湾 就是一堆人都在腐烂 从来没有看过一件 如其王公 你想可不可怜 啊 我讲很多人想 哎小董 你一切事啊 那他们不但不如其王公 还找出一些理由 一堆理由来追加预算 没有人会觉得有羞耻心啊 台湾的政治啊 臥臭 就觉得不要脸 我如果是这个工程 譬如说 这条捷银我来盖 我说 对不对 2028年 6月我可以完工 到时候没有完工 我一定刮罐球去 我不会那么不要脸 还在做 哎 我因为最近缺工啊 怎么样怎么样 哪一个 你缺工哪一个不是理由 你在承包的时候 就知道了嘛 对不对 我们这些狗官哦 每一个都比我们还 无耻 不管是事务官 或政务官 或者总统 他们把无耻当做很正常啊 你做不到你就下台啊 2025年 我们立电能不能做到20% 不能 小董很早就讲了 两三个礼拜前 够年前啊 王美花出来讲做不到 王美花经济部长 承诺 2025年 不要核 不用核 不用核电嘛 对不对 2025年 民进党执政要达到怎么样的目的 天然瓦斯 50 占50 蓝莓占30% 立能占20% 我都做不到 不要骗了 假的嘛 我讲的时候人家不相信啊 现在王美花出来讲 虽然2025年还没到 王美花怎么出来讲 因为 他们要送那个到立法院去 立法院上面就有载名 你最最多 最最多 只能做到15% 那你就做不到啊 他们承认啊 王美花也公开承认啊 那是不是打脸蔡英文 不是啊 因为蔡英文本来就在说谎 时间打脸他 可是时间还没到 这个就是不要脸的总统 对不对 腐烂啊 可是谁在乎啊 我讲我 我不是有什么先见之明啊 2014年柯文哲选台北市长 最重大的政见 一样 给我当四年 我在台北盖2万户 社会宅 社宅 让年轻人做 给我8年我盖5万户 我说不可能啊 好小 台北市我太熟了 他们马上挑出来 我说你连土地都找不到 土地你去Google 哇 张景森呢 张景森那则在帮柯文哲操盘 另外一个是林景昌 这些人当然我都认识很久 扁政府的 阿扁台北市政府的官员嘛 我都非常熟悉啊 我都不可能啊 他们说我们怎么怎么可以做到 不用来这一套 你认为你是都市计划前威 我我是跑新闻的前威啊 我讲的东西谁对 柯文哲七年年中就出来 说我8年最多只能盖1万8千户 你不是5万户 现在连2万户都做不到 他说我讲真话 因为我讲真话 我被他们骗了 我那时候讲做不到 你现在承认了 可是老百姓要等6年以后才知道 他说原来做不到 原来小董讲得对 有人说小董有先见之明吗 没有 那些拿到位置的人 拿到官位的人 他已经想尽龙华富贵了 告诉你台湾不公道就是这样 我有获得什么 没有 我的读者或观众 或听众比较幸运 他们信赖我 他听我讲 他们觉得你讲有道理 可是没有时间还没到 不能兑现啊 现在时间到了 柯文哲承认 我最多1万8千户 像王美发承认 我们立电2025年最多15% 民进党承认啊 今年年底 基隆轻轨没有做 我们已经改成结议 表示你做不到 各位我讲的东西都是对的啦 因为那是用知识 经验 还有很多的政治判断 我讲的都是对的 没有不对啊 我都先讲 各位都可以检验我啊 但我不是要邀功或什么 我想说 我们做评论哦 我们总看到一些东西 是告诉大家嘛 不然你听我的跟别人 人云亦云有什么两样 没有两样嘛 那我努力去讲 为什么是这样 我们也有一个基础啊 这基础就是跑新闻的经验 或者我们对于 这些工程 或者对于这些 整个进度 里面很多要都市计划变更 你知道吗 不是你讲的就这样 政府在做事跟老百姓不一样 老百姓 土地是我的 钱是我的 我要盖一块怎么样 多久完成可以 政府不是啊 政府 你要去变更地务啊 变更 都市计划 计划 審议 会審议多久 你哪会知道 那些鞋者是从外面来的 各大鞋的 他会照你的意思说 挤一挤要你给我够 我要 因为我要盖这个房子 可以吗 不可能啊 所以 很多 那样的因素 你们没有考虑经济 每天用老百姓的想法 然后来想说 我们政府 应该照老百姓这样做 老百姓不用啊 民间的企业要盖什么 就盖什么啊 对不对 这个钱拿出来 要干嘛就干嘛 台积电的老板 他可以捷径啊 我哪多少钱 来花联装奖金 每个人可以分到一百二十五万啊 他 如果政府就不行啊 我今天总统好高兴喔 哇 今天我给大家 花多一点可以吗 不可以 因为你要编议算啊 为什么议算那么多 立法院要不要给你过 不一定啊 各位 他有掺杂很多因素 很多人都用想当然了 那过去柯文哲 就是用想当然了 在选举 那很多老百姓被他骗了 就听经济解说 对啊 柯皮讲这个有道理啊 没有道理 那是骗你的 柯文哲在骗你之后 后期他那时候不知道 他那时候不晓得他在骗你 他觉得 我这样做怎么可能做不到 那我就告诉你 你都做不到 你完全不了解 你被左右那些人给骗了嘛 你每天在那边唬烂啊 然后栽赏别人觉得很开心啊 哇 对不对 黄珊珊说 啊 国民党不要认为 提个猪头来就会当选啊 柯文哲过去说 哎呀 过去国民党 在台北市选市长 啊 就 我原来以为 他们提名一条狗当选 没想到现在提个是一头猪 他在骂年圣伦呢 各位朋友 这个人嘴巴好吗 2号 2号